我婚前 我老公都叫我小公主 我在對照妳剛剛那個 人在宇宙的故事 真的 蠻想像 他以前都會叫我小公主 然後他 因為我們以前是遠距離的戀愛 有一段時間 所以他每天都要看我拍的MV 他才有辦法睡覺 要不然就是那個 視訊 視訊到就是 我們視訊是開的 因為以前是MSN 然後是電腦視訊開著 我們就是彼此就是睡覺 聊到睡著 對 然後他就是 把我當小公主對待 就這樣一秒變庸人 就是因為我老公 他的原生家庭的關係 他從來沒有看過 他爸爸做過家事 他爸爸就是在外面工作 然後我婆婆就是很厲害 就是一次就是照顧六個小孩 然後跟打理家裡的所有的事 我會把這一集寄給妳婆婆看 很好 謝謝 然後就是 偉大 這就是偉大 對是不是 偉大 對 然後就把家裡照顧得很好 所以我老公就覺得 我也應該要這樣子 好 我覺得我做家事也應該的 然後因為他在外面工作 可是因為我老公有一段時間 因為沒有拍戲 然後他的團體也解散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是 沒有工作的 就是廢物這樣子 沒有 誰沒有一輩子沒有工作過 不是 就是浪費糧食的人 沒有 他只是費 沒有比較好 為什麼我們不會說待業中的人 待業中 失業 他就那一段時間就在等工作 就在等工作 然後我想說好 那既然我想要幫他分擔 那我想說那我也工作 所以我之前就是有賣過童裝 然後後來才 那時候慢慢的有夫妻的 談話性節目盛起 所以我才剛好才就是 跟他一起上節目 或是後來就是大家覺得 我講話也滿好笑的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上節目 然後就過了一段時間 他就變得理所當然 他會說 你這禮拜怎麼工作這麼少 好像你在養家 吃軟飯 然後 你被邀請了 你都把他誤明化了 不是 因為他這樣子講就感覺 開把阿迪入場單挑 就單挑 然後他就會說 你為什麼這禮拜沒有工作 你要不要打算問一下 跟你很熟悉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一開始還不知道 我說對 我去打一下 然後我在打過程說 不對 就是賺錢不是應該是你嗎 怎麼會變成 我們開始會分這種 沒有 我覺得賺錢本來主要 一家之主永遠都是男主人 我們女生只是付幫 就是在旁邊拜的 可能是你用錢 或者是輔助性的角色 然後在你這段時間不好的時候 我們來幫忙 但是你還是 就是我還是跟我老公講說 你還是家裡的一家之主 然後我就想說 不對 怎麼會變成是我賺 怎麼會變成是我賺 然後後來再過一段時間說 我真的覺得你必須要找一個 就是專業的經紀人 幫你打理這些工作 因為你不能自己去要 然後慢慢的 奇怪 我就想說 我的工作怎麼越來越多 然後工作多 我想說 好 算了 既然這樣子好了 他也要幫我分擔一些家務 因為我每次回到家的時候 有時候衣服又沒洗 然後可能小孩也還沒有洗澡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我既然今天幫你分擔家務 就是工作了 你是不是也理所當然 要幫我分擔一些家務 要合作 要分擔合作 對 可是因為我老公 一開始覺得做家事的這件事 做家事的男生 是有點娘的 就是吃軟飯才會做家事 因為我沒辦法工作 但是他沒有找到工作 他已經有一點 心裡已經有點不舒服 對 然後我如果又要再去做家事 他又會覺得他自己更沒有用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 是很排斥做這些事情的 不想凸顯他這樣 對 他就 我只要叫他做家事 他就會發脾氣 因為妳不能叫他做家事對不對 會傷了他自尊心 對 他會覺得我傷了他 因為他沒有用 我出去賺錢 所以我家在家裡做家事 我們兩個就曾經為了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吵得很兇 這很嚴重 很敏感那個時候 對 他就說 他有曾經這樣講 這麼重的話 因為他的原生家庭 所以他覺得做家事 就是女生該做的 然後我就有跟他講 我說可是我現在也要賺錢養家 我真的沒有在多餘的時間 還要做家事或是幹嘛 我說要不然這樣好了 我拿 就是我賺的錢 我們挪出一部分的資金 然後請打掃阿姨來家裡打掃 他就覺得說我們家裡又不是有錢 他覺得請打掃阿姨是有錢人家 才會做的事情 他覺得說我們又沒有 經濟又沒有那麼好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希望就是妳做就對了 他說做家事就是老婆 媽媽要做的 然後帶小孩也是要媽媽要做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 真的吵了好幾年的假 然後吵到最後他才慢慢的 就是把他的想法轉過來 然後他現在就是會帶小孩 會做家事 對 我想說我沒有看過 我每次去他家看到都是阿姨 在摺他小孩的內褲 然後壓扁 而且他摺得比我還好 然後壓扁 然後就那個襪子 他會再捲一下 然後放 我說你老公真好棒棒 而且他老公還丟垃圾 馬上就回來了 講來講去 還要弄小的嗎 還沒用過在瓶瓶出現 對 你可以丟兩個小時 老公至少都會丟垃圾 老公不丟垃圾的 而且只要我們去他家 他可能知道說 他們垃圾堆得有點多了 他老公會馬上就說 我去倒了這 他馬上就會倒了這整理 什麼之類的 那很好耶 就感覺還不錯 我覺得這是要有適當的溝通 但是我們前面也是炒了很久 好幾年 炒了好幾年